所以这个只有十分钟时间 可能我就有很多细节就忽略了 然后大家如果offline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 open telemetry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 它是在这个CNCIF里面非常 那个hot的一个project observability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然后呢我想很快的过一下 open telemetry 我有一些要点给大家提示一下 细节就不说了 这个是一个sov 就说明了现在open telemetry已经成为了 在用户层面上最大的一个来源 数据来源 它定义的标准它是来源 open telemetry有什么东西呢 它现在大家看到上面列出了两个标准 open tracing和open sensors 这两个标准都归结于 它们不会再发展了 归结于open telemetry open telemetry的话它有什么东西 就列到这几个 对吧 从横向上看 trace metry logs 对吧 现在它还有一个initiative 它要发展那个profiling profiling可能是 有可能是下一个 对吧 然后这个三个大家可能都很清楚 然后它这个从它的infrastructure 这里看到我列出了两个就是相对比较常用 对吧 大家看到 对吧 对吧 就是这个 collector collector非常常用 对吧 有几种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agent 或者说其他的类似的就是个名字 对吧 它做auto instrumentation 对各种以言 自动注入 对吧 这个也是常用的 对吧 比如说agent可能做的sidecar 或者是什么 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部署的形式 再有就是一些这个常用的这个 一个协议 对吧 otlp 对吧 就是上报的协议 对吧 我又通过这个汇报给这个vendor 对吧 这个observervendor w3c tracecontext 这个呢是什么 这是交互的协议 对吧 比如说我调你 a调b调c c调d 这个之间他们的context 就是他这个 是他为主的协议 好 哎 看我啊 这怎么 动了 哎 这个我看啊 OK 这个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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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图的话呢 是他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架构 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个client 还有collector client那里头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无论你是auto instrumentation 自动注入 还有这个通过agent的 不是agent是自动注入 或者你manual instrumentation 通过stk调用来注入 它都有这么一个小型框架 你看里面它也有这个exporter 对吧 有API 对吧 然后就collector collector的话呢 粗的分的话就三个 三个层面 对吧 receiver processor exporter 每个都有很多种 对吧 后面 我也没啥就时间短了 所以这个receiver exporter 这两个都是可以share的 对吧 相当于multi-cast 也就是说在一个pipeline里 可以呢 一个receiver可以给一堆processor用 一个exporter可以给一堆processor用 它这里是一个 而整个collector可以是一个chain 对吧 是一个无线的一个集联 所以它是这么个结构 当然后面还会讲还有一个connector 是新的一个component connector它兼顾什么呢 兼顾它既是receiver也是exporter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在一个collector 建立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flow 对吧 这个是它的好处 再往后呢 就是这个 就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windows observativewindows 然后大家来接受 然后底下这些细节 大家自己看一看 行 然后呢 在下面一个图呢 这个大家看到就是三种signal 对吧 这个signal里面都哪些东西 我可能非常快地说一下 这个trace里面 大三枝tracecontext 这个最重要 老的那些呢 像那个耶格尔里头 或者是不是seepkin里面那些 b3或者耶格尔协议 这些呢 如果你还用也可以 但是尽量 你就用w3ctracecontext 对吧 然后在后面 这里的细节 trace里面包括的是spin 这些就自己看一看 对吧 然后matrix matrix里面的话呢 有这种type 对吧 它当然还有细节 native的 native type是什么 我就不介绍了 反正这个里头 唯一提示一点 就是说它是一个普密斯的一个 superset 就是一个超级 对吧 它兼容所有普密斯的type 然后它还多了一点 还多了一点 普密斯将来也会提高 对吧 然后再往下的话 logs logs的话呢 然后我就提示一点吧 logs的话呢 它现在比如说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log系统怎么办呢 它一般 比如说你可以用现在log4j或者什么 提供一些新的appender 或者说它有很多 刚才讲过collector collector里有很多receiver 可以从文件里直接获取 或者各种协议获取 对吧 再有你就直接ICK自己写 也行 对吧 就是log现在呢 还没有到mature的这个级别 trace和matrix已经到了 然后resource是什么意思呢 resource不是signal 它是描述你这个object instance 对吧 无论你是trace matrix log总得有个东西吧 这就是resource 所有这些的话呢 后面会讲到一个convention 这个非常重要 convention convention意思就是 就是语义 对吧 我定义你这个type是什么 对吧 然后你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对吧 等等 itribu都哪些 对吧 这个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三种signal 对吧 trace log 还有就是说总共描述的这个resource 对吧 都有convention 有了convention 大家就用一种语言说话 对吧 比如说我叫它 我不能说每个人叫这个屏幕 都有不同的语言 对吧 用一种语言 然后这样的话就有很多 另外呢就是ECS 就是这个已经被接受 对吧 接受进入了一个 没有可能名单写错了 不是ECS不是这个 ECS是那个 一个设置的一个brunch 对吧 它的convention已经被接受 对吧 我刚才这上写错了 然后呢这个part2 part2的话呢 这个里面 我就提示一些要点吧 这个不是所有的语言的 这些都支持 对吧 但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auto instrumentation 我提示一下 对吧 其实你刚才看到的Java Python 到Net 对吧 然后呢 包括那个JavaScript 都类似 对吧 比如说类似在命令行里 或者配置里插一个agent 这样的话呢 就自动注入 对吧 就不用你改 它所谓的这个 auto instrument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用那个 改你的原代码 对吧 就自动注入 当然任何人都支持 所有语言都支持 menu instrument 你自己API编进去 就像OpenTreating Yager或者Zipkin 都可以 对吧 然后但这个 你像Ruby的话 稍微改 global code C++这个呢 其实还挺常用 但是它只能menu instrumentation 对吧 这里提示就是要用那个VC package 要是 你要做过的话 你不用它 你好多你编进来汇进 对吧 因为它VC++控制那个版本 你兼容性还是挺麻烦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提示 就是 OpenTreating Operator 这个operator的话呢 是在K8S里的一个东西 就是operator 它这个框架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像这些吧 它虽然说是 Auto Instrumentation 但是你自己应该把那个 你当然也有 纯自动的技术 但是一般来说 你得把命令行在加上 配置文量写上再重启一下 对吧 operator就不用了 对吧 它自动的给你注入一个set card 然后它一看给你重启 所以它就看起来像是真的全自动 是吧 就是全自动的Instrumentation 然后 再下一个 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 大家看个意思 对吧 就是所有语言其实都一样 对吧 就是配一些这个环境分量 然后呢 Auto Instrumentation都能用了 你看对家伙来说 对家伙来说 特别简单 对吧 它就是一个命令行参数 其实这个命令 这个这一准其实也可以自动组进去 对吧 然后这个呢 你可以配什么 就刚才我讲了 receiver exporter 包括它协议啊 这些东西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 OTLP OTLP它连接那个 OTLP是这个上报的一个协议吧 从这个collector之间上报 或者上报给这个 最终的backend 对吧 它有两种 OTLP是一个总的协议 它有两种的 那个 就是相当于transport的协议 对吧 grpc 或者http 对吧 grpc就是v2 然后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些 所有都可以通过环境分量 包括配 header 都可以 然后我这个细节就不说了 然后这个menu information 我就更不用讲了 对吧 这个细节太多了 所以左边就是处置化 处置化resource啊 处置化这个pipeline 然后讲了 对吧 那些pipeline 怎么把connector receiver和exporter 和processor配起来 右边的话 什么 你就是 有root span 有这个chels span 你给它 对吧 能见就完了 对吧 所以 这是menu 你要自己做 就这么做 所有语言都差不多 要类似的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东西就是collector 刚才讲了 这个 这个 open telemetry 最popular的 就常用的一些tools 就是小工具里面 一个是collector 一个就是那些自动注入的agent 对吧 collector 非常地牛 非常强 对吧 它的功能 虽然不大 但是它那个能力很强 对吧 它有receiver receiver就是获取各种数据 几百种几千种 各种数据 各种数据 processor就是来操纵 它把数据中间给你改一改 做安全性增强 屏蔽一些东西 然后做一些 或者是优化 exporter就是输出给无数种东西 然后这里面有个刚才提示过 就是connector的好处是 它既是receiver 又是exporter 所以过去没有connector的时候 你拿collector做一个train 然后你自己做一个相对复杂的流程 但是有了connector 就这个connector以后 就算只有一个collector 你也可以做一个很复杂的flow 对吧 因为它是跨了receiver和exporter 这个细节我就不说了 因为它这个细节在讲好长时间 然后collector本身的话有这几种 corecollector它就是核心的几个东西 对吧 contribu的那都特别多了 它那个各种receiver 就后边很多很多 几十上百种 然后processor也做的 custom的它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就是说你要是真是一个系统 非常希望优化 你就做个yaml配置文件 然后build出自己的collector 你需要的那个collector你就不要了 对吧 然后在里头说发布deployment有两种 对吧 有binary的 container-based container-based 你的布图啊 k8s或者 Docker compose这些都好 binary的话 有时候也需要 对吧 比如说你要测这个 house的本身的一些东西 你各在container有时候测的不对 对吧 然后有一些情况 你也需要 binary 这个呢就是一个最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个collector的一个page 对吧 你看看这个 它有个pipeline 它有receiver processor 这个exporder 这三个 将来还有 不是将来啊 就是你还可以用高级的connector 然后它做一个pipeline 然后这个 这就是最简单的 对吧 所以它灵活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配置 这里你用了一些稍微复杂的receiver 然后呢 能测试环境啊 processor service 包括还有一种extension 这个extension的话呢 就是为了让你那个 得到它这个 什么 哎呀 这个怎么又坏了 然后啊 再帮我调一下 这怎么老坏 这是 OK OK 这个best practice的话呢 没有时间讲太多 就是说这个 刚才讲了几个要点了 collector 可以做一个链 对吧 串很多collector 无数个都可以 receiver 和exporter 是可以share的 它是multicast processor 是不行 不许share 然后呢 用connector 可以build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在一个connector就行 再有的话呢 就是后面讲的这几个 就是这个 popular 这些 这些呢 我就无细 本来有时间可以写 每一个 其实我列这几个 这是我们特常用 其实还有好多常用的 对吧 你自己看那个 contribute的那个collector 那个文档 对吧 你可以 有现成的东西 都可以用 再有一点呢 就是department department department 大家看到了 就是binary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有一些receiver是测那个house的信息 所以呢 部分情况下你还可以用binary 对吧 container-based的话呢 你用在Docker或者Google Compose 或者什么这些 部署 它比较容易 在KVS Kubernetes的部署也不容易 还有一个open-tlementary in Kubernetes 对吧 这个呢 其实有标准的部署 对吧 你在标准的那个 open-tlementary 比如Google 或者是Java 里面都可以看到 对吧 就是你用deployment 这个这个 Demon side 什么这些 就来部署 还有一种呢 就是刚刚提过的 就是这个operator operator的话它有两个好处 它有两个好处 一个好处就是built-in 对吧 它是有一个内置的collector 你用它的那个CRD啊 这个pay就完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auto instrumentation 它更auto了 对吧 比如说我 比如说那K8S里 你怎么加那命令行呢 你不太好加 对吧 它给你直接 注入进一个sidecar 然后把它重启 然后呢 当然这些都是自动的 对吧 相当于就是注入 使在K8S里面的 这个auto instrumentation 成为可能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一个sample 对吧 大家如果看 也看一下 大家就做一个参考 对吧 operator的一个参考 行 我这个内容就这些 对吧 一共十分钟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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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